山东南篮 这个人媒体上的披露今天下午开始,山东西王南篮正式起航,新的一页,新的未来,任重道远,道足且长,虽远必达,山东南篮股权转让一世终于告一段落,山东西王集团接手山东南篮,成为新的投资运营方,并且是山东南女篮一起全盘接手,鉴于CBA本土球员注册,将于8月31日截止, 而从国企到民企转变,俱乐部股权和俱乐部在CBA公司所持有的5%股权转让,都还不能一蹴而就,摆在西王集团面前的工作还很多,公开资料显示西王集团始建于1986年,是一家比育米深加工和特纲为主业,投资运动营养,物流,金融,国际贸易等产业的全国大型企业,控股西王食品,西王特纲, 西王制业三家上市公司和西王集团财务公司,位列2017中国企业500强第416位,中国制造业500强第193位,西王集团目前接手山东南兰的目的,目标尚不明确,集团虽有一定财力,但将来在俱乐部的投入上,是否能较以往增加还不得而知, 因为从7月山东高速,开始与西王集团展开转让谈判,俱乐部所有夏季引员计划全部落空,新的金珠入主,后还要全面梳理现有球员的合同,核心,球员要设法留住并适当激励,部分长期打不上球的年轻球员,不排除被清理的可能, 总之山东南兰转让阵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,重生本来就是痛苦的,山东高速大球馆的招牌终于要换了,希望这个从农村起家,在希望的田野上,发展壮大的民企,能否让山东南兰看到东山在起的希望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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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